非常歡迎分享您這次Turbo Google Earth Cyber 3D到最新的Mindos GTS-MX Soreworks的一個介紹的影片 在這個短短的5分鐘的影片裡面 我們希望會讓各位了解到 如何利用手邊最常用最方便的工具 從一個利用興趣的公子 獲得在Turbo Google Earth 去獲得它的避情資料 我們可以非常快速的轉到 大家常用的Cyber 3D裡面去 然後Cyber 3D經過一些圖程的處理之後 你可以匯除成一個DX App的中繼檔 中繼檔可以透過GTS-MX的 我們在TGM的一個程式 匯入它的很高線的地形資料 做一個處理 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在GTS-MX裡面 產生一個我們需要的3D那種Body模型 然後包括一些圖程資料等等的 那如果你有做2D的分析的話 你也可以在我們這裡最中發現到 我們可以非常快的 讓你用線切割 在D-Model的方式呈現一個平面 然後非常快速的轉到我們 ZeroVox 主力的一個 ZeroVox 的模組裡面 做不需要的 後地的安全的平衡等等 那接下來非常感謝你 把五分鐘的時間 很快的去看一下 我們的GTS-Model會議 是非常快的 在D-Model會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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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到FER-Model會議 會議 非常快的 在D-Model會議 全部都會有 在D-Model會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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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